《楚桥传》更新到现在,已经播放了一大半,再有两周时间将迎来大结局。 随着剧情越来越精彩,追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,《楚桥传》的网络播放量,一直都是蹭蹭地往上涨。 截至目前,《楚桥传》的全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70亿次,即将达到300亿。 其实,《楚桥传》当日首播的时候,网络播放量的走势就很恐怖,短短几个小时就有几亿次的播放。 因此,在当时就有不少人预测,《楚桥传》最终的网络播放量会过300亿。 现在看来,等到《楚桥传》大结局,有很大可能冲击400亿次网络播放量的大关,超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更是没有丝毫难度。 在这年头,播放量不能破百亿的电视剧,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热剧,而要称之为爆款的电视剧,300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和关口。 前不久的《清云志》和《泽天际》,虽然拍得很烂,但全网播放量都逼近了这个数字。 不过对于一部电视剧《动不动》就破300亿播放量的情况,一直都有着很多的质疑。 实际上,一部电视剧的网络播放量,包括手机端电脑端等所有的播放渠道,且不管是正片还是预告片,乃至相关主演的访谈等,都是计算在总播放量之中的。 甚至有时候你点进去一个视频,暂停了一下,过一会儿接着播放也会多算一个播放量。 这样一来,以《楚桥传》为例,一个人追剧追到大结局,贡献出来的播放量可能会是上百次乃至几百次。 因此,一部各门电视剧最终有几百亿的播放量也就合情合理了。 期待《楚桥传》的全网播放量最终能够超过400亿,成为国内首顾达到这一成绩的电视剧。 《楚桥传》的网络播放量能够超过400亿的话,赵丽颖《千亿女王》的称号恐怕很快就要中以二了。 毕竟当时赵丽颖被冠以《千亿女王》的美誉,是在去年的时候。 新的一年里,像《老九门》《青云志》等,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。 网播量还有大幅度增加,再加上《楚桥传》的助力,赵丽颖成为《两千亿女王》之日可待。